名著A樓下線變成地下室 沒了出入口 市府人員只好緊急架起梯子 協助受災戶運輸一代代家當 六樓住戶曝光內部罩 如今變成這副慘況 水泥牆竟然剝落一整塊 只剩紅色磚瓦裸落在外 但也只能趕快收拾家當 因為時間真的有限 都有 我看得到的我都拿 沙盤推也很久了 像是我要拿我的東西 我太太要拿他的東西 所以我們不能去搶著拿同樣的東西 因為你其實是沒有時間打包的 你進去就是直接掃 拿著袋子就一直往裡面掃 12號上午10點半開始 市府開放25戶重災戶 在技師陪同下進屋拿重要物品 一共分為三個時段 每戶限時20分鐘 一次還有限制 只有兩個人可以進入 也讓住戶直呼 時間真的來不及 時間賽跑 所以我們才會把時間縮短 有部分的住戶呢 他在取物出來的時候 會有感到不適 就是稍坐休息之後 他就恢復就可以回家 作家卓秀玲也提到 因為屋子倒塌 部分收藏也被毀損 實在好無奈 東西 很多家具 那個家具現在大家也買不到了 都損毀嘛 不知道怎麼陪了 不知道怎麼陪了 25戶重災戶預計 13號繼續第三輪取物 面對殘破不堪的家園 也只能拿走重要家當 什麼時候能重建回來 現在還是未知數 三星維黃玉帆 賴心儀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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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